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身上若出现这几种情况 可千万别给无视了 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如果出现某些情况 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一、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原因 频繁咳嗽 原因如果服用的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抑制剂ACEI类降压药 如卡托普利、伊纳普利等 可能会出现干咳的副作用 这是因为这类药物会使体内缓积态等物质增多 刺激呼吸道引起咳嗽 一般来说干咳无痰 且在用药后一段时间内出现 可能随着用药时间延长而持续存在或加重 举例一位长期服用伊纳普利降压的患者 在用药几个月后开始出现频繁干咳 尤其是在夜间更为明显 严重影响了睡眠和生活质量 四肢无力、肌肉酸痛 原因服用利尿剂类降压药 如氢氯、腮禽等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尤其是低甲血症 低甲血症可引起四肢无力、肌肉酸痛、心率失常等症状 此外,他听类药物与某些降压药联合使用时 可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症 也表现为肌肉疼痛、无力等 举例一位高血压患者同时服用了轻率腮琴和他听类药物 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四肢无力、肌肉酸痛的症状 检查发现血甲偏低、肌酸基酶升高 心慌、心剂 原因服用受体组织剂类降压药 如美托洛尔等可能会出现心动过缓 防止传导组织等心率失常的副作用 从而引起心慌、心剂的症状 另外,如果降压过度 导致血压过低 也可能引起心脏宫穴不足 出现心慌、心剂 举例一位老年高血压患者服用美托洛尔后 心率减慢至每分钟50次以下 同时感到心慌、心剂 心电图检查显示防止传导组织 水肿、原因 盖通道组织剂类降压药 如销本地平、氨率地平等 部分患者服用后可能会出现下肢水肿的副作用 这是由于这类药物扩张血管 使毛细血管压力升高 组织肩液增加 从而导致水肿 一般为对称性水肿 多发生在脚踝部和小腿 举例一位高血压患者服用销本地平缓湿片后 逐渐出现下肢水肿 尤其是在下午和晚上更为明显 按压有凹陷 二、为什么不能无视这些情况 影响生活质量 频繁咳嗽、四肢无力、肌肉酸痛、心慌、心剂 水肿等症状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 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例如 频繁咳嗽可能导致睡眠不足 声音嘶哑 四肢无力可能影响行走和活动能力 心慌 心剂可能让人感到焦虑和不安 可能提示严重并发症 这些症状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发展为严重的并发症 例如 低甲血症如果持续加重 可能导致心率失常 心脏骤停 杭纹肌溶解症可能引起急性肾衰竭 心动过缓或防止传导组织 可能导致心脏停泊 水肿如果是心脏或肾脏功能不全的表现 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心力衰竭 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调整治疗方案的依据 出现这些情况后 及时就医可以帮助医生判断 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的种类或剂量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降压效果和副作用 选择更适合的治疗方案 例如 如果肝咳严重 可以考虑更换为血管紧张素受体结抗剂RB类降压药 如果出现低甲血症 可以补充甲离子或调整利尿剂的剂量 如果心动过缓 可以减少受体组织剂的剂量或更换其他类型的降压药 总之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如果出现上述情况 应及时就医向医生反映症状 以便医生进行评估和处理 不可忽视这些症状 以免延误病情 高血压是很多中老年人绕不过去的健康话题 一旦确诊 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长期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 但不少人心里难免会低估 天天吃药对身体有没有坏处 有些人甚至因为身体有点异常 直接擅自停药 结果却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其实长期服用降压药是控制高血压的重要手段 但确实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 关键是要学会关注身体的变化 及时和医生沟通 如果身体出现以下四个异常 千万别忽视 一 头晕乏力 站起来发黑 有些人在吃降压药后会觉得头晕无力 甚至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 这可能是血压降得太快或太低了 导致脑部意识攻血不足 正常来说 降压药应该帮助把血压控制在稳定范围内 如果服药后经常头晕 建议测量血压看看是不是降得过头了 如果血压低于六十分之九十毫米 一定要告诉医生 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 二 脚肿或者手指发麻 长期服用某些降压药 比如钙通道组织剂 如氨氯地平 可能会引起水肿或麻木 有些人会发现脚踝 腿部变得肿胀 或者手指发麻 冰凉 这是因为药物会扩张血管 让血液更多的集中在下肢 从而出现水肿现象 如果症状轻微 可以通过适当抬高双脚来缓解 但如果水肿明显且持续 就需要和医生讨论换药的可能性 三 咳嗽不止 喉咙肝痒 有些高血压患者服用SCE抑制剂如伊纳普利后 会出现干咳的现象 这是因为药物可能刺激到呼吸道 导致喉咙发痒 咳嗽不止 特别是晚上更加明显 如果咳嗽对生活造成了困扰 千万别硬扛 换一种降压药 比如RB类药物如斜沙坦通常会好很多 四 肾功能异常 尿量减少 有些降压药 比如利尿剂 可能会对肾脏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对本身有慢性肾病的患者 如果服药后发现尿量明显减少 尿液颜色变深 甚至腰部出现顿痛感 就要警惕肾功能受损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 及时做个肾功能检查很有必要 医生可能会调整用药种类 或剂量 避免对肾脏造成更大的伤害 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伤身吗 不少人对降压药存在误解 觉得长期吃药物会越吃越多 身体也会越来越差 其实 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 大多数降压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是可控的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 需要长期管理 药物的作用是帮助维持血压稳定 如果擅自停药 血压骤然升高 反而容易诱发心梗 脑梗等严重后果 与其担心药物伤身 不如定期复查 确保用药安全 高血压患者该怎么保护自己 一 按时服药 别擅自停药 无论是血压控制的好 还是身体出现不适 都不要随意停药或更换药物 任何调整都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 二 关注生活习惯 药物和生活方式结合管理 控制血压不仅靠吃药 还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少盐 少油 多愿动 保持情绪平稳 都是保护血管的好办法 三 定期监测血压和体检 高血压患者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测量血压 记录波动情况 另外 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检查 包括新肾功能 血脂血糖等 以便医生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降压药是高血压患者的救命稻草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用心去管理 身体出现不适时 不要一味担心或忽视 更不能私自停药 把不是当成提醒 及时和医生沟通调整方案 才能让身体在药物的帮助下 更加平稳健康的运转